所以从我们上车课程里面 就是我们有提醒大家说 就是 我的 我的一个系统的entropy 事实上 一个cell的entropy 事实上会 受到什么影响呢 事实上我现在有一个cell 然后它里面entropy的变化 事实上跟什么有关 跟它自己自身产生的entropy production rate 跟外面 surroundings可能会 flux in的 给它的entropy有关 所以这两项是这么来的 所以 我这整个cell 它里面的entropy的变化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它自己产生的entropy 然后跟别人给它的 就是entropy 那这个divergence的数学定义 我帮大家label在这 如果是个直角坐标的话 它是partial j partial x 加y 加z 好不好 然后所以 负的 如果是divergence的话 你们可以这样看 就是 现在假设我有一个 所以如果比较简单来看的话 就是我现在假设就是这个系统好了 然后 或系统会流出 假设有flux流出 那这就是j 那如果这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面积 乘上面积之后 是不是它偷偷的流出的量 所以 过去有人会就是 如果你把它对抵押做几分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做抵押做几分的时候 其实就是flux乘上一个 就是面积然后记忆圈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flux有多少离开了系统 那会是用负的 就是因为我们考虑的是 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主体是上什么系统本身里面 所以会插一个负号 好吧 然后如果你觉得就是 等一下 那所以才会是我们这样求的 那过去的时候其实在 热力 其实在做 在学diffusion的时候 其实也有推导过 给你们看说 就是其实这个负的divergence flux的divergence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存在这里 对不对 就是当我们在看diffusion的时候 我们在定义系统 有多少流入 然后再流出 然后流入的减掉流出的 然后就是整个系统里面浓度的变化量 其实概念上跟这里 只是在这里我们讲的是原子 然后在这边我们讲的是上 所以概念上事实上是一样的 好不好 然后接着我们就把它移向之后 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就是 就是绝对温度乘上 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 valent 可以把它跟这个系统里面有的flux 乘上它的driving force的subvention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一个系统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会是 你要找到说 它有几个driving force 然后接着怎样 就它相对应的flux 然后把它相乘之后做subvention 所以如果有一个driving force 就乘上F1 就J1F1加上J2F2加J3F3 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 当初在上一节推得的 这个漂亮的系统的equation 用在不单纯只用在一个driving force 所导致的一个flux 而是所有都可 就是两个三个我们都可以处理 那就我们之前学的 就是三个driving force来讲 第一个学的是heat flow 在这边特别要提的是 heat flow在这里 它的flux当然是heat flux 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有多少热流过 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它driving force的话 就是你必须要接受 它是负的divergence t gradient t除以t 对不对 在这里是这样 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lecture note里面 第六第七页的时候我们有推到 然后来说服大家 然后后来我们在下一页也有用单位的方式 说服大家说其实是可以 就是这样的 那我也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如果你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它会是长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下 这边的flux的单位是什么 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有几个原子或几个charge 但这里其实是单位面积 单位时间 然后有多少热流过 它不是用atom的方式 atom带热的方式来做描述 所以它的driving force这里也不会是你想象中的 就是单纯的driving force 所以你可以这样做理解 好不好 那接着就是在atomic跟charge的部分的话 就是它的flux都是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有多少个atom或多少个charge 乘上它的driving force 那如果是原子的mass transport的话 就是几个原子 然后它的负的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那如果是charge的话 就会是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有几个charge 乘上它的电场 给它的电场 对不对 好 或者是负的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处理 那在这中间就是 可以这样子理解 就是当我量 因为driving force是我给的 然后我量的flux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 就可以得到这个entropy production rate 来描述这个特定的flow process 所以flux呢 flux一方面当然我可以用量的 那是不是它跟我的driving force 这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性 可以让我来简化这一些呢 那它们之间其实有个关联性 也就是说我的flux其实是 会产生流动 这基本上一定是我给它一个例 所以在就是 这个例没有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没有偏离平衡状态 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把flux跟力做一个linear的approximation 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个线性的关系 那线性的这个 关系是里面前面有一个 l alpha beta 这个叫做coefficient 就线性的 那它们关系是怎么样 就看这个coefficient是什么 那这个coefficient基本上就是跟这个材料特性是有关 大家可以写起来 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推导 这个coefficient是等于什么 所以当我 当我就是把这个线性的关系 带进来这里的时候 这个式子就可以被整理成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就是我从这个式子里面就可以知道说 一方面从这个式子 flux的式子我就可以知道说 就是我如果存在两个例 例如说是我有温差 然后我产生heat flow 对不对 然后又有电场产生current 对不对 那我的温差事实上也会contribute 我的current density 然后我的electrical field 也会contribute我的heat flow 就是flux的意思 也就是说当我存在有两种以上driving force的时候 除了直接影响它的那个driving force之外 另外一个driving force也会对我的flux有所影响 那影响多大就是这个coupling coefficient 所以这就会才讲说coupling between forces and flux在这一节里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第六第七页推导针对于这个公司 它主要从推到这里来主要是用热力学第一定律开始 然后然后会中间会用到这个关系时 对不对 然后我在那个课堂上或者是影片中有就是有详细稍微再说了一下 那我们来具体举例一下 因为大家刚刚听了这样子的看了这样equation之后就觉得有点难理解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材料 那它同时就是我给它 我给它两个例一个是温差 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它会有什么heat flow 那我又再给它一个electrical fill 所以它会什么它会有current 然后是不是可以请大家尝试写一下 什么尝试写一下它的就是entropy production rate 这个式子要怎么写 所以就会是超下来就是绝对温度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valent会等于什么 因为有两个例嘛 所以就是subvention就是 JQ smallQ讲的是current density 乘上induce它的driving force 然后再加上heat flow乘上drive heat flow的temperature gradient 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除以T 这就是 所以从这式子里面 这两个都是我给它的 所以我知道 那这个J小Q current density跟heat flow是多少呢 所以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关系式 就是当我的力没有偏离平衡太远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用这样子的approximation 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current density会等于什么 它current density不单纯只是会被我的 就是electrical field direct drive 我的heat 我的temperature gradient 也会contribute就是我的current density 那contribute多少就是前面这个coupling的这个turn 这个系数是多少 那它记得这跟材料特性有关 那在heat flow这里也是 heat flow它直接drive它的就是temperature gradient 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除以T 然后它这个coefficientizer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刚刚在这系统里面我有给它electrofill 它也会增加或减少 也有机会增加或减少我的heat flow 所以这个影响多少就是这个coupling的 coupling的这个coefficient是多少 所以我就把这个J大QJ小Q带进来 然后我就可以估算我这个系统的entropy production rate是多少 在这个温度之下 这就是具体 所以你就可以比较不同的flow process里面的哪一个发生的比较快 然后就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具体算出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 valence是多少 可以吗 好 那 接下来就是 我就再grab了刚刚那个equation 然后想要上礼拜有用unitcheck的方式来证明给大家看说 其实这个也是符合这个unit 所以温度乘上entropy production rate per valence 基本上它的单位是jower per second per cubic meter 对不对 因为它是这个T温度乘上上就是一个jower 然后单位体积单位时间在下面 所以基本上这整个式子 从上一次的这一张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单位每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可以这么做 那接下来我们要具体举例一下 就继续往课程上面走 就说如果我是heat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现在给它一个temperature gradient 根据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你理解的这个式子 temperature gradient的driving force 你把它写成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T对不对 然后乘上它的flux heat flow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有多少的热流过 乘上它的drive influence 对不对 然后在你自己过去学的材料里面 其实你也认识了一个叫forrest law 我们可以有实验可以量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那什么是forrest law 也就是我的heat flux 等于负的kappa乘上temperature gradient kappa这里讲是thermal conductivity 乘上gradient 所以过去你怎么样知道 我这个材料的thermal conductivity 是多少 我就给它一个temperature gradient 然后我量它的heat flow 我就可以预估我这个材料的 thermal conductivity是多少 这是在forrest law教你的 对不对 好 所以 那 接下来就是mass的部分 所以这个jq就可以从forrest law这里 你可以带进来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做法 然后mass这里的话就是 mass的话它flux是atomic flux 当位时间当位面积有多少个原子通过 driving force是负的chemical potential的gradient 然后过去你又从fixed law那里知道什么 fixed law除了告诉你flux atomic flux等于负的diversibility concentration gradient之外 它还告诉你会等于负的mobility concentration 跟chemical potential的gradient 那mobility concentration很好理解 对不对 然后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什么是mobility呢 mobility帮大家这边注解 就是说 在单 我施予它单位的driving force uni driving force的时候 这个东西跑多快 the velocity 就是原子的velocity 所以其实它概念上也有跟diversivity有点像 就我给它一个力的时候 然后它跑多快 就更像之前的inertia of system 我们在讲说我用单位作用力作用在这个系统上的时候它跑多快 就是我们所谓的mobility 对不对 所以这个ji又可以express成这里 对不对 过去其实有学过 那下一个就是charge的部分 charge的话就是如果你按照这样子的概念的话 其实前面是flux 所以应该是什么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有几个charge流过 那为了要让它变成几个charge流过 所以我会再除以它的一个charge的带点量 因为 因为这个如果是current density的话 我要知道几个charge我会除以q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flux of electrical charge 然后后面这个是driving force 对不对 所以会是electrical fill 所以我还在乘上一个charge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两个消掉 所以在这个式子里面 后来才会你这会看到的一个说法是 它都是jq乘上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而不用考虑到单位带电荷 单位电荷带电量 主要是这边就消掉了 所以就是current density 乘上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那current density在过去的时候 有almost low你知道 current density等于什么 等于负的low 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那是low在这里指的 过去你们好像是用sigma来表示 electrical conductivity对不对 但因为这里sigma就是用来做entropy production rate 所以在这里整个课本里面 textbook里面其实用是low来表示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那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就是electrical fill 对不对 所以这个jq你有从almost low你可以量的 对不对 你给它一个电场 然后你量current density 就知道它的low是多少 electrical connectivity 在时间上也是这么做嘛 对不对 好 然后这边有帮大家mark 如果是driving force的话 为什么会是q乘上 就是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这里就可能会有人就是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电的部分 就是我的electrical fill 事实上等于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然后等于f除以q 所以如果我在讲driving force的时候 就是q乘上这个 或是q乘上1都是可以的 就是这里 所以到最后这边两个都会消掉 所以大家记得就是在charge的transport 这边讲的是 这边的flux我们用的是current density 乘上负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好不好 好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张图影片主要是 有刚刚有个地方讲的不是那么清楚 就是关于哪里呢 就关于我的flux跟我的driving force 为什么可以做一个linear的approximation这里 然后我们用画一张图影片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公式也是刚刚就是用刚刚那个一样就是超过来 就是说我的flux不管是什么的flux 它可以被不同形式的driving force所drive 只要存在于你这个系统里面 所以我这系统如果有三个driving force 我的单一的这个flux一定会都受到这三个影响 那大小就coupling的就是不是直接drive它就会比较很自然讲想 就可以会是比较小但还是有影响好不好 那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那我们来想一下就是 就是我如果用举个例子就是我这个q的话是heat的部分 这少一个a heat的部分 然后它可能会被系统里面的所有的力所影响 所以有可能f大qf小qf123一直到nc 就这系统假设遭受这么多driving force 它都会影响我的heat flow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我要描述这个函数jq的时候 然后对上这个力的时候 我假设是在平衡的在平衡的点的附近的话 我就可以用泰勒展开 泰勒expansion 来展开我这个jq这个函数 因为它会随着每一个力不同而改变 所以泰勒展开的话就是 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个函数f 然后有个x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泰勒展开式就是f x0加上1为然后x-x0 那x0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假设的是平衡状态 那我们这个x它在平衡状态附近 所以如果x0我们在这里设的是平衡状态 它就是0 那x如果它在平衡状态附近的话 那这个式子就可以被写成这样 就是我的这个 所以我把它写成这个 所以在这里过去你们学的泰勒展开是上面这个 那我把它画成flux的时候 我的flux会受到x就是我的力的影响 对不对 然后我的力在平衡状态的时候它是0 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偏离平衡一点点 如果是偏离很多就没有办法用泰勒展开 那偏离系统一点点的时候 我这个f都还在 所以我的flux就可以被写成这样 因为这边都0了之后 就只剩1为跟driving force这里 这是其中一个driving force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如果这次特定的一个driving force drive的heat flow 所以如果有很多个 我就把每一个都加中在一起 所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我刚刚算的就是第一个 一为不就是对一个力做偏微 然后乘上fq 那如果这是想成是 这个f变成小q的时候 就变成对小q做偏微 所以当你有很多力的时候 你的heat flow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它可以写成这样 那如果把它写成summation的话 就会是这样 就会跟你刚刚的上的一样 就是它的前面会有一个coefficient 那它的coefficient就是 JQ对这个力做偏微 就是单位 我撕给它单位的力 然后在flux上面的贡献 就是这个coefficient 所以这个式子就等于这个式子 一模一样 只是把它变summation 所以你看就一样 所以这个linear的proximation 成立的前提是什么 是泰勒展开要可以用 那泰勒展开要可以用的话 这边就是它不能离平衡太太远 所以它是离平衡 所以我那时候刚刚在前面讲的时候说 它的力不能太大的情况之下 我的flux跟我的每一个driving force 就可以有这种线性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定义了 如果你比较这两个的话 你就会发觉前面这个就是所谓的coupling coefficient 对不对 那coupling coefficient有分direct跟coupling 那direct就直接影响到它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力是alpha 这是alpha 那就是lalpha 那就指的就是如果这个是热流 我给它温差的driving force 然后drive它 这就是它前面这个turn 就是direct coefficient 那如果是 这边一样是热流 但是电 electrical field 或者是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所induce它的 那前面这个都叫做coupling coefficient 都不是direct 所以我们的heat flow 直接drive它的就是温差 那电场跟其他的力 基本上都会是coupling的那个coefficient 那所以路边问你什么是coupling coefficient 或是direct coefficient 基本上他们的定义从这里 因为他们都等于前面这个 就是单位作用力对 对这个热流的贡献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这个coefficient的 就是学术上面的就是定义 就是单位力 单位电场的作用力 然后对于热流的贡献是什么 就是这个coefficient的意思 好吧 那要记得这个coefficient 跟材料本质的特性 intrinsic material property 是有关系的 就你看单位作用力 然后对一个热流的贡献 那不就其实就跟 当之前前面讲的那个intrinsic的 就initia of system很像 就跟那个惯性质量概念上很像 所以在这里 这些coupling的 这些coupling的 这些coefficient 事实上是跟材料的本质特性有关 那像就是 所以本质特性就比较像是 transport property transport的话就像是 diversivity 就是mass transport property kappa就是thermal conductivity 就是热的transport property conductivity 就是electron的transport property 就跟这些intrinsic material property有关 所以它的这种coefficient 也会跟 就每个材料有自己的coefficient 因为每个材料有自己的特性 好不好 那具体哪一个coefficient 跟什么有关 我们接下来会推导给大家看 所以当你就是 就是当你一个材料受有热温差跟电场的时候 的作用的时候 我请你写它的热流 heat flow跟current density 你应该可以写出这样子的flux跟false的 driving force之间的关联 想要第一个时间就可以写出来 那怎么写就先写 它的direct drive它的 然后它的direct coefficient 跟另外一个存在于系统的 另外一个driving force 就是跟它的coupling的coefficient 那例如说这个也是就是current density 直接drive它的是 Electrical fuel 然后direct coefficient L小Q小Q 然后温差也会 对 温差也会对那个current density有影响 然后我也有提醒大家怎么读 这个coefficient 对不对 就后面这个是drive它的 前面那个是对什么的影响 所以就是我的热流的温差的drive info 是对current density的贡献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的电场对热流的贡献 就是好吧 好吧 好 所以 所以 就是 如果你不会就是 所以你当你解释 尝试解释什么是 像这个的话是 它是coupling the coefficient的时候 L capital Q小Q的时候 你讲的就是 我给它单位电场 的时候 这个系统它热流的变化 那如果是direct L capital Q capital Q 指的是我给它单位的温差 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T 除以 T 的时候 这个driving force的时候 它对于热流的影响跟贡献是什么 OK 接下来我们就是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 如同我刚刚说在介绍 就是coefficient的时候 不管是direct或coupling coefficient的时候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每个 如果我刚刚说 就其它跟 这个材料本身的intrinsic 和material property是有关的 所以每一个材料 它都有自己的direct 跟coupling coefficient 所以 像这下面这几个 像simal conductivity kappa,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cback coefficient 跟patea coefficient 那它们 本身跟direct 跟coupling coefficient 之间的关联性 会在后面 下面这几张 头影片跟大家介绍 那首先会介绍的是 simal conductivity kappa 事实上 然后它是等于L capital QQ 就是这个direct coefficient 除以T 然后在一些条件之下 然后electrical conductivity low会等于L small Q small Q 然后在等问的情况之下 然后接下来头影片 就要跟大家介绍 关于simal conductivity 跟electrical conductivity 它跟这个direct coefficient 之间的关联性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主要我们这边 就是用例子的方式 来介绍给大家 就是怎么样得到它们 这些coefficient 跟材料的什么特性之间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现在假设 有一个导体 然后它呢 有一个 我给它一个 它有一个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在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 它有没有driving force 它有几个driving force 它有一个driving force 它有一个driving force 是temperature gradient 然后什么是它的heat transport 那当你知道它有一个driving force 的时候 你就要先马上写的 事实上是这个flux跟force 之间的关联系 那因为它只有几个 它只有一个driving force 所以它的driving force 是F capital Q 对不对 然后它induce的就是heat flux JQ 对不对 然后前面这个 因为它就是只有就是 就是temperature gradient 就是driving force 所以是L capital Q capital Q 然后这个driving force F capital Q的部分 就写成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除以T 然后从你们过去 刚刚的投影片 就可以知道 从实验这里 你知道一个叫做 Forest Law Heat Flux Heat Flow 又等于负的kappa 乘上temperature gradient kappa在这里 是thermal conductivity 所以从比照 这两个式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 我的kappa 是等于什么 L capital Q Q 除以T 所以我的thermal conductivity kappa 跟L capital Q Q 之间的关系 这个direct coefficient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记得就是每个材料 都有自己的thermal conductivity 所以它也有自己的 direct coefficient L capital Q 好不好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只有一个Driving force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关联性 那既然你已经算出Flux了 JQ 所以其实你有能力 我如果问你说这个过程 这个只有一个单一Driving force 这个过程中就是你的 你可不可以算一下它的entropy production rate是多少 来描述这个flow process 也就是我在金属棒的两端给它一个文差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描述它 可以吗 可以对不对 我想换个颜色 ok 好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 就是按你的entropy production rate 会等于什么 T分之一的 现在有点丑 然后T分之一的什么 J J Q 乘上FQ 对不对 那你的JQ是什么 JQ在哪 就这个 那你的FQ是什么 所以就是T分之一 你的JQ是 负的kappa Temperature gradient 然后乘上Driving force是 T分之一就是t T分之一 这就是 你全部成员起来就是 你的entropy production rate 对不对 因为 ntropy production rate 然后会等于T分之一 然后一个Driving force 所以就写了 JQFQ 然后JQ又等于负的kappa Temperature Gradient 然后这个FQ是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值 就是Entry Production Rate 自己写在那个上面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就可以得到Entry Production Rate 来描述这个过程 接下来这个例子是 我一样有一个金属包 然后我给它一个温差 但是怎样 In case of open circuit Open Circuit在这里 这两个中间一样都是给温差 但是这个只有一个 只有给它温差 那这个有一个Open Circuit Open Circuit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你有一个Electrical Field 但是它没有Current Density 在这里指的是Open Circuit 那像是什么 像是我连接到一个电压计 它基本上内电阻无限大 就很大 所以在这整个Curcle上 就是它有Electrical Field 但没有电流 所以这两个例子的差异在于 两个都有温差 但这个有个电厂 那我怎么样算它的 Heat Flux 或是 那因为它有电厂 但因为它是Open Circuit 所以它JQ就不用算 因为JQ就等于0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写 很快先写出就是 你的Heat Flux 会什么 它会受到 它的Drive是它的 Cemputal Gradient 然后乘上它的 L Capital Q Capital 2 对不对 但它的Heat Flow 也会受到这个电厂的影响 那受多少影响 就是这个Coupling的 Coefficient L Capital Q 然后在你的实验里面 它这个式子一定会 一定 在你这个材料上面 你给它 你的Forex Low永远都会存在 也就是说 我给它这个材料 一个温差 然后我量它的热流 我一定可以得到一个Copper 在这里我叫它Copper Prom 这Copper Prom 你是可以借由量测得到的 因为我给这个材料一个温差 然后我给它 但当下它还是有一个 它还是有连接 就是一个电压计 然后的情况之下 我一定 我量的它的JQ 就可以得到这个Copper Prom 然后同时 我得到另外一个关系 是就是我的这个JQ Smoke Q 我用这个 就是之前的这个关系 就是它Drive by它自己的 Direct Drive by Electrical Field 然后它还会受到 Temperature Gradient 这个Driving Force的影响 然后影响的是这个 Copper 是Temperature Gradient 贡献在Current Density上面 我可以写出这两个关系 然后根据Boundary Condition 这个会等于0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 之前提到的实验的关系 你可以量到这个Copper Prom 它们得到这样的关系 那既然你得到这样的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我的Electrical Field 这个Driving Force 跟我的Heat Flow Heat这个Driving Force 有个这个样的关系 对不对 然后我的Electrical Field 这里又等于就是 Driving Force 是附的Electrical Potential Gradient 然后把这样子的关系 是放进来这里 所以我就可以重写 这个JQ会等于什么 我把FQ提出来 然后因为FQ跟这个FQ有关系 我把这个带进来这里取代它 所以就变LQQ减掉 这个Coupling的Term 除以LQQ然后FQ提出来 那FQ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吗 FQ是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除以T 所以带进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式子还是 Forest Law Always存在 就是Always是对的 就是我给这个材料 给这个系统 我借由给它温差 然后在电场存在 就是电场存在的情况之下 我量这个JQ 我绝对可以得到一个Kappa Prong 那才这里 你就发觉一件事 什么事 我发觉我的Kappa Prong 这是等于什么 就等于是中间这个式子 所以我量到这个Kappa Prong Themoconductivity 我觉得的Themoconductivity 事实上跟没有电场的情况之下 的Themoconductivity 一样吗 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一比较 当我有电场存在的时候 是OpenSucker 就是连接一个福特戒的情况之下 我量到这个Kappa 事实上它 它还有这个Coupling的Term 所以我的这个Kappa Prong 等于Kappa在减掉 真实这个材料 intrinsic的Kappa 真实的Kappa 只在减掉这个Coupling Coefficient除以Direct Coefficient 再除以T的这个Term 所以你量到你会低估 因为这些Term 应该都是正的 所以你有你可能会低估 你的Themoconductivity 如果你在接有福特戒的情况之下 你量到的Themoconductivity 所以就告诉你说 如果你想要量到真实材料的 intrinsic的本质的Themoconductivity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没有电场情况之下 否则你还是可以量到一个Kappa Prompt这个值 但它不是真实材料的Kappa 你会低估了 因为中间它还要减掉一个 这个Coupling的Term 可以吗 好 那这个就是 那既然就是 如同我刚刚那一 刚刚讲的 既然你已经算出了 求出了JQ 所以一样如果我请你 描述这个系统里面的 Flow Process 你还是可以就是 你还是可以从这里 就是你可以得到 就是你可以 因为你已经知道JQ了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Entropy Production Rate是多少 对不对 因为就等于 JQ 然后FQ 然后JQ 它是等于0 所以就那项又不算了 所以就直接是这一项 乘上 这一项乘上 它的Temperature 负的Temperature Gradient 出一题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得到 Entropy Production Rate 然后你要记得再出一个 左边这个T 就可以得到 Entropy Production 来描述这个Flow Proces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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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